欢迎大家来到我的MV拍摄的现场 那今天我们拍的MV就是我的新歌 《单恋这件小事》 我好喜欢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的风格就是我在我成长过程中 经常会听的一种就是很Romantic的R&B的风格 然后这一次就特别找了我的朋友 就找了我的监制Tima去做这首歌 然后当他知道我想做这个style的时候 他就找了其他三位的好朋友一起去写这首歌 然后我知道他们是在studio里面用了12个小时去完成这首歌的 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 他们真的是为了我而写的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我想要带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很甜蜜很有爱 然后也是一种我觉得是找回那种很单纯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 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对无论对方会不会喜欢回我们 我们都就是喜欢人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其实是很美好的很甜蜜的 我自己的话其实也试过我在求学的时候 在念书的时候有喜欢上我的就是喜欢我学校有一个非常有才华 又很帅的学长 然后我记得每一天在学校见到他的时候就会小鹿乱撞 就很紧张 然后又会很想要了解他多一点 然后会因为他喜欢的某一件事情 或者是某一样的物品 然后每一次看到的话我就会买给他 对然后也会他喜欢的东西我也会尝试去喜欢 然后现在最后其实我们是没有不能开花结果的 没有在一起 那我觉得无所谓啊 就是像这首歌一样 其实喜欢一个人 然后就是过了很多年后 你再看回这个回忆 其实也是蛮甜蜜蛮美好的 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一直要保持一个很开心很甜美很甜蜜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记得我唱的时候就是一直要提醒自己 笑笑笑笑 然后sweet sweet sweet 要很甜蜜 然后也要很就是有很多爱这样子 因为我希望我的听众他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能够就是找回他们初恋的感觉 就会很甜蜜 也会感受到当中的爱 也会感受到当中的爱 也会感受到当中的爱